吴京吴角已踏入2021年的年尾 英国的天气都很明显转凉 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冻 在英国生活其中一样最重要是 要懂得适应他们四季的天气 到11月这里的温度只剩7至10度 由12月到明年的2月或者3月 这里的温度还会跌至0度 甚至会落雪 大家要记住保重身体 一定要穿衣服 第一阶段 提到第一阶段 驗屋, 买家居保险, 和补充些买汽车保险的东西 买家司电器, 申请水电煤, 登记cancel, 申请家居宽频 最后会谈谈交电话牌照费 首先谈谈如何收楼和驗屋 如果大家不可以亲身驗屋 其实你们可以考虑请一些有牌的人帮你驗屋 你只需要去这个网页填寫一些基本资料 之后你就会收到他们的报价 收楼驗屋这个步骤真的很重要 因为在英国维修费用一点都不便宜 如果你真的想请那些检查员帮你驗屋 尽可能和检查员一起驗屋 如果有卖家在场当然最好 因为如果检查出来有很多问题 其实你可以和卖家再谈一谈价 如果你不想请人驗屋 自己亲身驗屋 有些很基本的项目 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样要留意的东西就是水 留意一下屋顶有没有漏水 如果看看天花板漏水就像这样 看看屋的窗台位附近有没有这些毛菌 如果有这些毛菌 即是屋已经在滲水了 第二就是结构 门框周边有没有明显的裂痕 房屋的外场有没有修补过 都很容易看到的 地板有没有不平 这些都是一些结构性的损坏迹象 不过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 应该都是在卖楼前要看清楚的 第三就是要看屋顶 检查屋顶其实都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屋顶保养得好 可以用回几十年 但是如果有损坏不理它 就会令你天花板漏水 所以你一定要检查屋顶 有没有穿洞、松散、卷起、裂痕 还有有没有山寿 第四就是要看电 看看屋的电线插梭位有没有外路 那些电线的接拨有没有像个蜘蛛阵 第五就是要看水喉和水管 最重要就是要检查一下 所有的升盘下面的水管有没有流水 洗手盘去水去得爽不爽 水压够不够 还有水满之后有没有位置走 座翅有没有浴室、冲水后干不干净 所以EMOKE这五个基本的项目 大家一定要记得看 如果检查新屋的话 有两个地方大家要更加仔细去看 就是厨房和浴室洗手间 因为如果新屋的话 这两个地方是最多东西看的 首先厨房要检查的项目都有很多 要检查的电器有洗碗碟机、冰箱、煮食炉、焗炉 要检查一下洗碗盘 洗碗盘底有没有积水 可有厨柜门和柜桶开得唱不唱顺 厨房台面防漏胶 和升本边的防漏胶 知得好不好 还有抽油烟机和厨房上的射灯 烟墓感应器可行吗 还有厨房台面有没有花痕 接下来检查浴室和洗手间 浴缸和企缸的去水去得好不好 浴缸边的防漏胶有没有折漏 浴缸门的门边射水会不会滲出来 还有最重要是看花灑头的水压够不够力 接下来可以看其他地方 波纳运作正不正常 开着波纳试一试 再看看全屋的电暖板烟不热 最重要是试完全屋的灯 看看有没有一些不着的 如果有安装保安系统 最重要是试一试 全屋的门窗可不可以锁到呢 玻璃窗有没有花痕 车房地台有没有问题 车房屋顶的接驳位接驳得好不好 全屋的地脚线有没有问题 看看花园的草 可能有些草好像干了头 如果是夏天收楼的话 多数是发展商 不记得天天淋水 所以一定要捉回它们 换回草皮 最后检查全屋的地板 平平 天花线的接驳位 接驳位接驳得好不好 要自己研楼看的东西 大概都是差不多 雖然上一集我已经说了 如何去买汽车保险 不过今集我想再补充 多一点资料 通常买二手车 或者当你收车那天 你可以试试问一下车行 会不会送回几天的车保给你 有可能会送回三至七天给你的 不过不是每间车行都可能会送的 所以你买车之前一定要问清楚 通常买车保 我们都是用这两个网站去价格 我呢 就是透过这个网站 去找到卖车保的公司 你只是需要填清楚 他所需要的资料 接着呢 报价差不多是立刻可以给到你了 他就会显示了所有 可以给你买车保的公司 由最便宜的一间 在最顶 这样一路数下去 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哪一间最适合自己才决定 车保的生效日期 是由你自己订的 可以是即买即生效都可以 其实有什么的主要因素 会影响到你买车保的价格呢 第一样就是车的特征和类型 跑车就会贵些 家庭车便便宜些 接着就会看看你以往的交通意外 和抄牌多不多 每一年你大概银多少厘数都有影响 你住在哪一区 你把车晚上泊在哪里 你现在多少岁和排龄有多久 和车是一个人银 还是两个人银 都会影响到保险的价格 好继续又说一下如何买家居保险 其实我也是透过这个网站去买家居保险 和车保都是差不多的 你可以即买即生效 最重要是填写清楚有关的所需资料 填好资料之后 它又是可以立即给到报价 在哪里 当你选择适合哪一间保险公司之后 卡进去 接着你就可以直接买了 好了 到说买家居电器了 如果说买电视 我便去这间公司买的 我透过在网上买 我发觉在英国买电视 原来真的可以比香港便宜很多 好似我用这一款电视机的型号 去做一个比较 在英国现在卖的是1049磅 而在香港同款的机价 最便宜都卖17280元港币 即是说如果你在英国买这一款电视 你大概只需要卖10990元港币 这样相对地如果你在香港买 就是要卖17280元 原来在英国买可以省6290元 除了这一间之外 还有这一间你都可以看一下 上网做一个比较 去隔隔隔也好 买床褥我们都是在网上买的 我们在这一间网站上买的 给了钱之后 他就说10天之后可以送货 不过最近我听网友说 好像说现在订床褥是需要很久才送给你 不过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订之前一定要问清楚 买床褥我们就在这个网站买的 在这里买他声称所有床架都是英国制造的 还有两年的保养 还有是包裹帮你的床架搬上去一楼 至于买梳化呢 我和Wendy就是去门市买的 正正因为全城lock down 我们买床褥那时没得试 买梳化那时就已经开放了 所以我们就去门市那里试坐 然后才决定买哪一款 至于买其他那些桌子凳凳凳 和一些湿性的东西 我们都是去移加加斯买的 不过我在这里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去网上买东西 记得是透过一些cashback的网站去买 因为他们真的有一些现金回赠给你 不过又不知他们如何计算 有些就回回几磅 有些就回回二十多磅都有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我第四十五集 那一集都有讲很多教大家如何去买便宜的东西 第四,如何登记Council Tax Council Tax是你交给你所住的地区的议会 无论你是租或买 你都是透过登记Council Tax去通知当地的议会 首先你是要去到这个网站 输入你新居的Postcode 然后你就找到你是属于哪一个Council 之后你可以透过这条连续卡进去 接着就找这个屋仔,Moving Home 然后你在Moving Home这个column 里面 你会见到有一行字 写着Register for Cancel Tax 接着再卡进去 填写所有一切所需要的资料就可以了 第五,申请水电煤 先说登记食水 在英国提供食水和排污公司 虽然有很多间 不过你是不能选择 如果你想查一下你所住的那一区 是属于哪一间公司的呢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 又是输入你所住的Postcode 就能查到的了 一样都是想登记的话 又是卡进去 然后又是选Moving Home 里面有一个New Customer这个 icon 然后又是填一般的资料就可以了 其实英国的水费一点都不便宜 去年一般英国家庭的平均水费 是要400磅左右的 一个月平均是33磅 但是英国声称他们的食水 是可以直接开来喝的 因为它是受到这个机构的监管 这个网站里面 它都有提供教你如何省水的贴士 有时间大家不妨进去看看 登记电和煤 无论你是买二手屋或者是新屋 一定是会先登记一间能源公司 之后你就可以随时转去另一间公司 这个网站里面 就是给你去比较一些能源公司的 我今次试下用这一间叫做 Energy Health Life 都是很简单的 卡进去 输入你现在新居的Postcode 然后填写所需的资料 接着它就会提供很多报价给你的 另外这一间U-Suite都不错的 输入了资料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 哪一间能源公司可以省到多少 其实一般正常来说 当你搬入了你的新居之后 如果你想更改能源公司 大概是要21日的时间才可以转到的 申请家居宽频 申请家居宽频 英国也是有很多间提供宽频服务的公司 申请家居宽频也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进去这个网址 查一下你所住的区域 由哪一间公司提供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用Compare the market 一样又是很容易的 只是输入postcode 就可以找到你所住的区域 有哪一间宽频服务公司提供的 最后说一下 如何缴交这个电视牌照费 在英国如果你看直播频道 或者是BBC任何一个频道 它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 用手机、iPad、电视 都一定要缴交这个电视牌照费 如果你不交 好像经常都会收到恐吓信 我还记得我家居都未入伙 它已经寄来 现在一年的电视牌照费是159英镑 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去到这个网站 按个start 键 然后填新后日期 输入一些个人的资料就可以了 交了之后 就没有再收到信了 就可以安心在那里看电视了 我最近发现 我身边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 大家就不会再联络了 我记得以前这个地方 大家一起在拼敬 一起生活 相处得会很融洽 为什么这个地方 已经变得和以前很不一样呢 不知为什么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会变成这样呢 我来讲的 你不知不知道 他就要想要更多了 我记得会尽的地方 这么多了 我来讲一下 我来讲一下 你没有想要 你不知能力 你不知能力 我必须想要的 你不知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